Hello,我们现在在新加坡 我是婉杰 我是Tony Gun 我跟他第一次见面是在10月25号 10月25号,因为新加坡那时候有一个活动 然后Tony呢,他之前是有面对睡眠的问题 然后在25号的时候,他拿到他的裤子 第一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才拿到他的裤子 然后他就联系穿这个裤子穿了5天 到29号,他5天都很好睡 到底他之前20多年前 他一直都开始都面对睡眠的问题是怎样? 我们听他讲一下 我20多年前就是做工 时常就会好像公司是我的 就会很压抑这样 然后就是每次把工作都带回来 想这些,然后就有时常睡眠的问题 而且还有吃安眠药 是尽量不要吃啊 但是没有办法的时候 如果第二天又不吃的话 又太累 我看的都是数字啦 所以就是照样是要吃安眠药 你曾经不能够睡几个小时? 哇,有时候一整晚都不能够睡 就是像着到天滑板这样 然后一直去厕所 因为没有,没有事情做 一直感觉 哇,虽然是没有喝水 但是就是一直要去小便就对 所以你一整天没有睡觉到各天 直接去做工吗? 对 其实我有时候到了6点 要开始很累很想去 但是我是要去做工 没有办法 所以会影响到你的干活? 干活咯 每次如果去看综艺 他就讲我有干活 然后排毒系统 排毒系统 啊,我的消化 消化也是很不好 皮肤是有一阵子就是痒 碰到一点冷 冷啊,Aircon那些我就会痒 嗯,影响到干啊 然后我的睡眠是 有时候是很难睡气 有时候躺到两点都不能睡 所以一点躺到两点不能睡 不然是能够睡的话 就是前面睡中间 可能三个小时也没有办法睡 然后就是一直跑厕所 所以你就 因为你要安排女儿去读书的时间 所以每次 你是在女儿起身之前 你就会起身了 对,多数差不多在6点 6点以处我就要起身了 去挖他起来啊 是不用去挖他 就是说我会先起来 过后才起来 然后一直来都是这样 不管你几点睡 两三点 三四点睡 你也是要那个时间起来 一定要安排女儿 对 但是25号我听他讲 Tony 25号拿到那个裤子的时候 他就当天晚上第一天穿 然后就联系穿了5天 就联系5天 好睡到怎样各天怎样 哇就是第一晚25号晚上 我很时才穿 其实我回来的时候 我们是订回来 其实我穿的时候 今天12点多晚上 然后我就穿 我只是上厕所一次而已 然后就睡到7点 我整个人傻气 哇这么天亮了啊 哇糟糕啊 你的都是 还好那天是最后一天 我们女儿女儿说 妈妈用紧 最后一天吃就吃了 然后就 然后接下来每天都好睡 哇所以我就分享 就把这个实业分享给我的家人 哇我讲我可以睡 我就打去加拿大 我讲我现在真的很好睡 我很开心 上天真的是 这样早给我收到哦 这么早 本来晚上跟我说 三个礼拜到一个月 才会收到这个这个铺 偏偏我第四天就收到 而且就还见他之前 我就所以先收到 所以我很信 我很感恩 真的很感恩 因为我知道我今晚 开始可以很好睡了 我对这个产品 真的很有幸运 很感恩 我真的是证明给我看 我真的很好睡 而且我就很开心 我分享去给我加拿大的姐姐 然后姐姐也是有跟朋友讲 因为有些要受生 有些要什么 我可以讲 赶快跟我order 跟我order 赶快跟我order 我要受生意 我三月回去 马来西亚我要苗条的回去 就是这样 然后我就讲 他改善了我五天而已 他就每天都好睡 而且我的重量 从46公斤 瘦到剩45公斤 而且我的臀部 我的臀部就小了三公分 其实我不是要 不是为了要瘦的 是为了要我的健康 好眠 要有很好的睡眠 所以我又有这样的好处 而且我的就是因为睡不好 我的消化系统也很不好 尤其是厕所方面 有时候吃了早餐后 10点了还不能去厕所 但是我又很讨厌说 要出门的时候 冲了凉才要去厕所 我很讨厌 但是穿了这件裤子之后 很自动的 起身后的差不多10到15分钟 就能够去厕所了 自然就能够去厕所 而且然后我就可以去冲个凉 然后可以出门了 我好开心 因为我不会用外面的厕所 然后我不用的话 如果好像平时我不用 我到了晚上回来 我又很难消化 而且还有一点就是 我的肠胃不是很好 时常会有额额额这样的声音 然后我穿第二晚开始 就有一直放风 放那个A 放了几天 我整个人很轻松 而且又每天这样上厕所 我整个人很轻松 好像很飘飘然 那种感觉很开心 很好 很听到他的见证 他其实Toni在二 他穿了五天过 他就打电话 我跟我讲 他睡了五天很好睡 在二十九号 然后三十号 三十一号就是 就closing了 就完了 然后 所以 那时候我们就问他了 因为他自己有很好的见证 他就开始跟他 身边很多人的分享 他在两天的时间 他也上了我们的品牌大使 所以恭喜你 谢谢 好 他的分享就到这里 下次我们有机会来新加坡 所以我们再访问他 更多的见证 OK好 Bye